電話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是踢球大 我從三歲開始接觸足球 一直以來由區隊、香港隊 都是跟著我媽媽踢 其實足球是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都不能脫離 我會去Campbellsville 為什麼會介紹學校呢 因為一開始是教練主動接觸我 我覺得很有誠意 之後看完學校的背景 都知道他上年在區區領獲冠軍 而且是全勝的姿態 而且他們對今年的目標都相當明確 說一定要領獲冠軍 打入全國賽之類的東西 令我覺得很有挑戰性 而且他對我的期望很高 美國足球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很能力化 因為他始終是近幾年才開始發展 美國足球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覺得過到去的發展機會都比較大 而且學業方面 其實我覺得外國的讀書環境 對於我來說應該會比較輕鬆些 因為它的自由度比較大 你可以有更多空間 在足球和學業方面做一個平衡 其實以中學去計算 其實在香港 那些老師不會要求你去 在運動方面發展 他只會跟你說 讀書 考好DSE 入大學就會有前途 即使他知道你在運動方面 有一個發展的潛能 他也不會主動跟別人看這件事 他只會 冠書說讀書對 這樣就有好的概念 但是可能美國 他會知道你喜歡運動 知道你運動的能力比較好 他會推動你去運動方面 令你有更好的發展 我覺得首先要給自己一個清晰目標 因為還有運動員是不容易的 運動員的生涯可能 在你讀書之後可能只有十年 但那十年就要把自己推到最高峰 因為可能你有一個受傷 或者一個意外 運動員的生涯就會完 所以我覺得做運動員 你有很大的勇氣 還有很大的信心 不可以半途而廢 否則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其實這也一直以來是我的目標 即使我中學畢業之後 我都踢香港的港超球隊 第一年的經驗 都成為了我 所以即使我過去 我的目標都是 讀完書出來之後 都是以足球員為第一個目標 就算我踢不到之後 讀書方面 也會有一個保證在後面 這就是我的訓練 就是你的訓練 就是你的訓練 做運動員 因為你也會有餘 順利